好 来看一下行李 中眉麻那个啥 挺重有点像华为 今天天气很好 儿子陪我出来逛一逛 顺便看一看手机 我现在需要买手机了 因为做自媒体 我会拍大量的视频和照片 所以这个内存呢 常常就不够 非常让我困扰 让我抓狂 我现在用的手机是华为Mate20 是128GB的 我现在很想买一个新的手机 因为这个128GB根本就不够用 那现在呢市面上出现了 很多各式各样的手机 各种品牌的手机 当然是想选一个性价比高的 那我需要的手机呢 一个呢要拍照照片要好 拍的录像呢质量也好 问了一些朋友还有家人 说苹果手机呢 是摄影质量比较好 但是照片又不行 还有内存也不行 价格也贵 那么如果是买新的品牌呢 不知道它的质量好不好 华为呢 现在刚刚出现了Mate60 考虑到它的价位也很高 那我想要的手机呢 是想要1TGB 可能价格也很高 我们地下商业街 九州的简称也叫龙城 所以很多九州的那个 那个商标啊都是以龙城为名的 龙城 这是美甲 看看需要美甲 这是价格 修美10块钱 都是贴甲片的 然后这里有点像广州的那种水果 捞 有好多人修好 好多人坐起家 有啊 找红的妈妈 然后又可以卖一笔小手机 这两年经济不好 挣钱不容易 不想买太贵的手机 所以现在在寻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手机 在我屏幕前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对手机比较了解 也可以帮我参考参考 你看这边看手机 你看这边看手机 然后不都是看手机 看的 好多电车 好多电车 这里啊 这家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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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今天出来主要是看手机 Apple Store 这一条地方 看一下Apple Store 这个屏幕好小 这是多少 15的啊 15就是15啊 哦 屏幕好小 用了华为 这Pro Max怎么区别 它15 多一个镜头啊 多一个镜头 然后也大 好多一个镜头 嗯 这是三星 三小 三星品牌很多 你自己感觉手感 我反正重了 手感重比华为的重 重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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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三星的 显得比较重 这个是512GB的 价格大概是 六七千 这是一币的 还有一支笔 一币的要12699块钱 一币 512GB 要一万 这个手机是折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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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千多块钱 8千多块钱 也是512GB 是那个屏幕的啊 你那个是屈根的啊 什么屏幕 你可以介绍 介绍一下这个啊 这个跟华为Mate60 它好在什么地方 这个 你们有直接那个比较了 这个现在是目前最好的 它用的是最好的屏幕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 处理器的话 是高通小龙 第三代 移动横台 而且是三线电子的超线版的啊 嗯 它这个处理器 起码比华为 那个要比较多大 它那个是79999S 好 然后的话 这个是等派的两页的像素 哦 就是照相它特别清楚了吗 那 那摄影呢 录像呢 都清楚 都清楚啊 它的 而且它是8K 60帧啊 哦 是8K 60帧 滑白好像不行是吗 4K 啊 24系列的 那用的栏目 你每天做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屏幕 那你用那个屏幕的话 你看起来这个屏幕 看看会比其他的屏幕要好多 嗯 嗯 有它有五个摄像头吧 嗯 它有五个摄像头 嗯 那是那样的吗 应该是吧 可能是吧 五个摄像头 所以它 像素高 如果要买这个实惠性价比高的 因为现在 这个是去年的 啊 去年 那它也512G 7千多 7千多 嗯 它还优惠600 是吗 我已经优惠完了 3千多 3千多 比我们那天在 那个什么 好 这个华为看一下 好 这个是华为的 华为 哦 Pro和Mate有什么区别 Pro和Mate 有些是Pro 有些是Pro 像我那个Pro 我这个是P系列的 你那是Mate系列的 然后你这个Mate系列的就是 带了Pro的就是少了 好一点是吗 Mate带了Pro的好 嗯 现在是多少钱 Mate60 一几个的也要 多少钱 8千9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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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是比三星的便宜哦 三星比华为的还贵 哪一个是送耳机 对 它是盒子里面带有耳机 不是那种 所有这个Mate60的都是带耳机 不是 它是有一个版本叫月整版 哪里在哪里是因为怎么 它这里标有 就如果你要的话 它是里面有一个 它那个盒子里面带有一个耳机 是这样的 一个 我不是说是送的 它就是说它里面带有那个耳机 是这样的 哎我想问 为什么有些是Mate 有些是Pro呢 Mate和Pro有什么不同 嗯 因为我们的这个60的话 它是分有一个 它是有几个系列嘛 嗯 然后Mate60的话有Mate60 Mate60Polo Mate60Polo加还有2S 然后比如说 像是60和60Polo的话呢 我们从外观上的话 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这个60Polo的话 它是有一个 这个是60还是60Polo 看那个是60Polo 对 摄像头的话 它看前面 我们可以看前面就可以看到 它是 哦对 它是有三个那个 三个 是三个点 对 这个是60Polo加 Polo加 这个贵一点 嗯对 它这个的话是 相比来说是 呃 配置比较高一点 这一块 背后的话是四平的一个材质 嗯 另外你说它的区别的话呢 就比如说它的拍照的话 它会多一个那个广角的一个镜头 嗯 现在所有的都有广角镜头啊 对 但是它的那个镜头的话呢 它会做的会比较好 你可以 呃 在这边给试一下我们的这个 哈 你这个是测什么 这是升级版 这个是一个那个 我们常叫的一个体验台 就是你去看它的一个放带啊 你这个后面是什么意思 后面的话 哦 这是它 六年吗 哦它是拍照 六年Polo 它现在也只有 有月整版 哦 我看一下月整版 这个是微剧吧 哦等一下 这是微剧 可以看它很清晰 六年Polo 月整版你看一眼 对 对 就是说相当于是在不同的一个材质之下 这是微剧嘛 对 对 如果正常我举个例子 这是配照 那录像呢 录像你怎么出 没有我先跟你讲一下 就是它这个是什么 因为你正常的话 我们拍照不就是一倍吗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想 如果你想要看它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拍个半身 嗯 就是拍人像嘛 拍人嘛 的话你用一个半身的一个 呃 拍个那种一半的那种 或者是你拍一些花槽 的话你可以调到三年五倍 或者你调到十倍 它就会很清楚 嗯 像后面这里的话 它是一个这种指尖的 然后它是微剧啊 对对 然后选纸的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 这个是 它放大了 对 这是Mate Pro的这一栋 嗯 对 你们现在这种名义 干嘛 你现在想换手机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这是华为Mate 20嘛 已经内存不够了 内存已经不够了 因为我做自媒体 我这个已经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使用 然后他说我的 他说我的电池好像有点不太好了 不太健康了 所以我怕会不会老化啊 时间长了 肯定要换 这是Vivo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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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o店 看一下 Vivo 哎 我要对拍照和摄影要求比较高的是吗 就是这个Pro最适合你 哦 我们那天看也是这个啊 对 那天看也是这个啊 也是Pro 那天哪看过 不是在这里看 不是在这里看 在另一家 Pro 手感也蛮好 手感也蛮好 但是我试过了拍摄影它 它防抖不够好 你开防抖了吗 它有防抖功能 它哪里有防抖 你看 这是多少钱的 这个512局的话是卖5499 一提的话是5999 5999 可以优惠吗 录像的时候 在这里有一个防抖啊 你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哦 这里 这个就是提醒你防抖的 哦 哦 那你给我试一下 这个目前是最好的 这个基础 而且它是蓝 它电池 电池也是最耐用的 是吗 防尘防锤 蜘蛛无限充 我用的也是100 我看了后面镜头有几个镜头 不是 你不要 四个镜头是吗 做那么几个 啊 也是四个 好 我们现在 来到这个 Auto 什么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